高血压就怕缺钾 长期吃降压药的人建议多补充7类高钾食物 高血压的发病率正在呈上升趋势变化 目前我国已成为了一个高血压大国 据统计到2021年底为止 中国有2.45亿高血压患者 这个数字是非常恐怖的 这意味着大约有20%的中国人有血压偏高的问题 当确诊高血压后就要进行长期服用药物及时进行控制 以避免病情的进一步发展 但长期服用药物也会对身体造成影响 长期服用降血压药物的人大多身体内缺乏钾元素 但这种元素对高血压患者非常重要 因此在平时一定要注意及时补充钾 那么生活中有哪些高钾食物 不妨一起了解一下 一、高血压就怕缺钾 成年人每天的涉炎量不可以超过6克 高血压患者要低于这个含量 才可以避免血压升高 但是很少有患者能做到 高血压患者只凭控制炎量来控制血压 是很难做到的 平时还要多补钾 正常人每天涉入2.2克钾 比只涉入1.2克钾的人 患高血压的风险要低34% 据有关资料调查 高血压患者容易出现低甲血症 这是由一种特殊的激发性高血压引起的 原发性全固酮增多症相对常见 会使血压升高 这是体内甲不足造成的 由此可见 甲元素对于高血压患者而言非常重要 除此之外 一些比较常见的降压药中还有利尿剂 虽说这种物质有一定的降压作用 却也具有一定的排甲作用 长期服用可能会出现低甲症 所以高血压患者一定要多留意自己的身体状况 当出现缺甲症状时 一定要及时补钾 以免对身体健康造成危害 二 长期吃降压药的人 建议平时多补充七类高甲食物 一 玉米 玉米是生活中常见的粗粮食物之一 每100克玉米中含有494毫克的甲 玉米中所含有的其他营养物质 也能有效补充人体内所需要的成分 有不少人喜欢把玉米磨成粉食用 这种做法能最大程度保留其中的养分 长时间食用玉米制品 也能有效的降低血压水平 二 紫菜 紫菜是一种富含甲元素的蔬菜 其中甲的含量为356毫克100克 紫菜中的其他营养物质还包括膳食纤维 碳水化合物 蛋白质 铁以及叶酸等 其中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为4.1克100克 三 绿豆 绿豆富含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元素 还有帮助清热解毒 利尿湿润 防止皮肤发炎 改善皮肤臊痒的作用 同时 绿豆还可以为高血压患者提供丰富的微量元素含量 使高血压患者能够补充食物中所需的甲元素 减少低甲血症的发生 四 菌菇 在众多食物当中 菌菇类食材的甲含量比较突出 其中口膜高达3106毫克100克 针膜甲含量为732毫克100克 双包蘑菇为350毫克100克 平菇为208毫克100克 金针菇为195毫克100克 除此之外 菌菇类食材还富含骨氨酸等鲜味的氨基酸以及鸡肝酸 鸟肝酸等成味合肝酸 滋味更加鲜美 堪比肉类 因此 高血压患者在平时不妨多吃点菌菇类的食物 5 香蕉 香蕉是常见的食物 价格也非常便宜 香蕉中含有大量甲元素 100克香蕉甲含量208毫克 是世界公认甲含量最高食材之一 香蕉能促进胃肠道功能 对于一些中老年而言 胃肠道功能慢慢变弱 如同严重变秘一样 可以在日常生活适量吃香蕉来改善 对于常服用降血压药的人而言 香蕉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6 坚果 坚果是生活中比较常见的食物 富含大量优质脂肪 外加不饱和脂肪酸 后者无法自动合成 适当补充对大脑有益 适合中老年人及青少年儿童使用 坚果所含的微量元素 膳食纤维以及甲元素十分丰富 对于长期服用降压药的人群来说 适当补充 有利于呵护心脑血管健康 从而避免甲元素缺失诱发并发症 7.菠菜 菠菜在健康营养领域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 所含有的营养成分能有效满足体内各种组织 器官 细胞的营养平衡 菠菜中含有丰富的甲元素 在中医上有一定的治疗和药用作用 可以促进胃肠蠕动和肝脏排毒性能 有效通便 清热 里气补血 防病抗衰老 预防糖尿病 肺结核等病理性疾病 同时还可以满足身体所需的甲补充 防止高血压的波动 3.长期缺甲很伤身 6个表现或暗示你缺甲了 甲是参与人体多种生命活动的重要物质 一旦缺甲 身体就会出现反应 这6个典型症状会告诉你 身体可能缺甲了 要及时补甲 1.疲劳 缺甲时 细胞无法获取充足的能量 也就无法支撑生命活动 因此会出现睡眠无法缓解的疲惫感 2.精神疲乏和意识混乱 当缺甲严重时 甲也会影响神经系统 患者可能出现意识模糊 思维混乱等精神功能障碍 严重时可能引发幻觉 甚至是抑郁症 3.贬秘 缺甲本身就可能和肠胃疾病有关 再加上缺甲导致身体功能降低 造成恶性循环 当消化功能降低 就可能造成便秘 4.麻木和刺痛感 缺甲严重时 神经系统受到影响扩大 就可能发出错误信号 出现麻木 刺痛感 5.肌肉症状 抽筋 症挛 疼痛 甲离子是神经和肌肉之间的沟通信号 缺甲可能导致神经和肌肉沟通异常 肌肉无法正常收缩 就会静卵 疼痛 6.心率失常 缺甲也可能导致心率失常 患者会有晕眩或心悸的感觉 提醒 心脏病患者要格外警惕 而除了参考上述症状外 想要准确判断身体是否缺甲 还是需要及时到医院检查 临床上会通过抽血来检测血液中的血清甲 一般正常浓度范围是3.5到5.5毫米OL 当它低于3.5毫米OL时 就表示身体缺甲了 医学上也叫低甲血症 缺甲对人体来说十分危险 不过补甲也不能乱来 一定要讲科学 4.甲元素对人体的作用 首先 甲元素对于维持人体的电解质平衡 往往具有重要的作用 一般来说 甲元素会广泛存在于人体的细胞内液中 它对于维持人体细胞的完整性 以及保持细胞体内的电解质平衡 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若是人体血液中的甲浓度过高或是过低 都会导致电解质失衡 从而损害机体的健康 其次 甲元素对于维持人体代谢功能的正常运行 也具有很好的作用 这主要是因为人体心脏的正常波动 以及肌肉的收缩 往往都离不开甲和钠等多个离子 而甲作为一种微量元素 在进入人体后也会参与碳水化合物的代谢 以及蛋白质的代谢 最后 甲元素或对于维持体内血压稳定 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我们都知道高纳饮食会导致人体的血压升高 而甲元素的补充却能够有效地促进钠离子的排泄 抑制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而这在一定程度上就能够减少血管所承受的压力 所以 甲的补充往往能够起到降血压和稳定血压的效果 五 除了高血压患者 以下这几类人也容易出现缺甲 一 大量出汗的人 正常情况下 油汗也排出的甲很少 但大量出汗时 甲的排出量会明显增加 因此 保持运动习惯的人群在饮食中 尤其需要注意甲补充 二 长时间呕吐或腹泻的人 呕吐或腹泻会引起人体大量脱水 引发电解质紊乱 导致甲大量流失 三 服药的人 使用利尿剂和肋骨醇药物也会造成缺甲 六 补甲做好这五件事 一 每天吃半斤水果 大部分水果高甲低钠 且不需要加盐食用 对改善身体中的钠甲比例十分有益 能高效补甲的水果有橙子 哈密瓜 木瓜 香蕉等 此外 吃水果时不能只看甲含量高低 而要看甲营养素密度 也就是用甲含量除以热量的值 哪种水果的值最大 对供应甲就最有效 二 多吃鼠类杂粮 日常饮食中可以用鼠类杂粮代替部分主食 土豆 红薯 芋头和山药等鼠类 甲营养素密度较高 还富含为C 各种杂粮也是博甲高手 如小米和红小豆的甲含量就比大米高很多 三 常吃菌类和绿叶菜 菠菜 盖兰 馅菜等绿叶菜甲含量都很高 菌类蔬菜甲含量尤其出众 例如口膜中甲含量为1655毫克100克 蘑菇鲜膜中甲含量为312毫克100克 双包蘑菇中甲含量为307毫克100克 四 选择低钠盐 低钠盐适当降低了食盐中的钠含量 增加了甲含量 低钠盐中含大约25%的氯化钾 用其代替普通的盐不但有助减钠 还能够增加 五 少吃加工食品 在加工过程中 食物中的钾会流失 并且往往会添加大量盐 因此加工食品往往高纳低钾 缺钾比缺钙还危险 严重可以致命 特别是高温的夏天 一定要注意补钾 以免给健康带来威胁